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回在车里面听《倩女游魂》 这个前奏比较长啊 好不容易把前奏听完了 然后张国荣唱了一句 带入那种80年代的那种地势感之后 然后排着夸一下就把歌给切走了 那种感觉真的是有过类似感觉的应该懂的 这特别酸爽的那种感觉 今天的话又是周末 然后出来溜一个车 出来溜车的话 顺便跟大家闲聊一下吧 最近的一些感受 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路上 华沙最近修路见路比较多 就从去年年初开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倫物战争》之后 因为波兰这边收了很多乌克兰的难民 或者导致欧盟给他们拨了很多款 然后就有钱打搞基建了 但现在基本上走到哪都在修路 前几年吧 前几年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然后那一波来了波兰的人 基本上到现在都还可以 但我不否认有一些人觉得波兰不适合 或者说在这边混不下去 然后回国了 或者去其他国家了 这种都是有的 但是大体上在这边稳定下来生活的人 目前过得都还不错 前几年买的房 对不对 然后买的车 这几年生活都已经稳定了 工作有了 车也有了 然后房子的话到现在 基本上也都涨了至少一半 有的可能买的比较投资比较好的 都有甚至说翻倍了的情况都是有的 然后还有人比较担心 就是这几年波兰的物价涨了 然后来这边生活成本会不会特别的高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分开去看啊 如果说你单纯是为了价格低来波兰的话 我觉得意义不大 你开销少 赚的也少 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 你只要跟上这个国家大的趋势 那么你最终在这个国家的生活 肯定都还是能混到一个中上等的水平的 当然了 有些朋友可能是觉得国内太卷了太拼了 不想拼了 然后来波兰这边 我想给这些朋友一个 也不能算是忠告吧 一个小小的提醒 就是说你在国外 其实也会卷 只是不同的卷的方式 如果说你想到国外躺平了 然后还有一个不错的生活质量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啊 就至少我自己的经历 包括我周围见到的 听到的 好像没有人躺平的在国外能生活好的 也很少有人 比如说在国内 失败的一塌土地 然后到了国外 过得风生水起的 这种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除非你在国外 重新审视自己 然后改变自己过去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态度 为人处事的方法 这样可能才会有一些大的改观 否则的话到国外只会比在国内过得更惨 这是一个大实话 我今天要把这个话说的这个地方 你不信的话可以试一下 要是有收益的东西就会存在风险 这是很正常的 你如果想要考虑一种就是怎么说呢 叫做万全的一个对策 或者说绝对保险的一个方案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保险的方案是躺在那什么都不做 这是最保险的 也不会犯错 也不会出任何问题 就有点类似于我做视频 然后我看有的人在底下也是 你知道吧 那说话冷嘲热讽的 当然是这样的 我如果不做视频 肯定什么错都没有 但我只要做了 你想要找 想要找问题 那肯定是能找得出来的 我这两年其实也接触了很多 我发现就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前怕狼后怕虎 然后摇摆不定 举棋不定 这个其实是最忌讳的 因为你哪怕是闷的头一条道走到黑 都比这种举棋不定要强 你要不就决定维持现状躺平 要么你就决定 叫什么放弃现有的安逸 然后拼一把 至于说结果怎么样 谁也没有办法给你去保证 那叫什么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嘛 那句话都说得很明确了 你不可能说是 你躺的那个地方单车就能变摩托 但是有可能搏一搏 单车变公交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 只能说事在人为 至于人能围成什么样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我没有办法去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只能说拼一把 可能会好 可能还不如原来 就看你能承受多大的风险 如果觉得自己能承受得住 那么就去拼一把 自私勿悟患般疯凉 脑椎引往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